今天的天气还是热热热 虽然今天是二次节气当中的小暑 最高温比昨天略减了0.2度 不过在台北仍然是有37.2度 思想局说明天开始 午后雷阵雨会帮忙稍微降点温 不过白天仍然有机会飙迫36度 一整排小黄排班等载客 但顶着艳阳开冷气又怕太耗油 卧奖先生只好开着窗 先到旁边树印纳凉去 但光是站着不动 头上大颗小颗的汗珠却拼命掉 冬天不用开冷气 差不多200块左右 要怕引擎会染起来 说不定 你看昨天不是听大力尾一部公车说染起来 牵盖引擎盖透透风 担心车子会被太阳给晒过火 不过就算通风车子还是像个大烤炉 车内温度已经飙上37度 昨天速速易度 昨天速速易度 对啊 他说今天有降雨两度 这星期受到台平洋高压影响 台湾高温一路从7月2号的36.6度 飙上入夏以来最高温38.6度 好不容易威力减弱 缓步降温 6号高温掉到37.2度 周四午后还有机会出现短暂震雨 明天后天大概有30到40的一个情况 所以明后天的这个午后 雷震雨的降雨几率是比今天稍微多一些 明天可能北部地区还是比较热 还是有35度36度 不过就算犹豫上午依旧高温炎热 而且只有短短三天 接着7月11号太平洋高压又会增强 今天夏天想要多凉快点恐怕难上加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